让我们再看一下 就是说在我们模型训练中 LR会有哪些问题呢 主要是有这个 欠拟合和过拟合的一个问题 欠拟合会在什么情况下出现呢 就是说当我们的特征维度过高的时候 因为LR支持高维西数特征 但是说如果你的特征量 比样本量还多的时候 这样可能就没有那么合理了 所以说这种情况的话 解决方式就是说 我们去增加样本量 或者是我们减少一些特征的数量 然后另外一点 造成欠拟合的原因可能是 我们把这个正则化的参数设置的过大 然后过拟合 像LR的过拟合造成的原因呢 就是说我们的正则化参数设置过小 会导致 因为我们的ID特征啊 可能是在整个训练集中 只有一条或两条样本才能碰到这样的特征 它起到的作用应该是很小的 但由于我们把正则化参数设置过小 这样的特征反而起到了一个作用 就会造成我们的一个过拟合现象 在工业界中 LR正则化的一个技巧啊 主要包括这么几点 就是说如果我们使用的是连续型的特征 我们一般去使用的正则化是L2正则化项 如果我们使用的是高维悉数特征 那我们使用的是L1正则化项 那L1正则化项的体现是说 它对特征有一个过滤的作用 它会使一些权重较小的一些特征最后变成零 而L2正则化项 因为连续型特征 它并非是高维的 可能是百维到千维就差不多了 那这种情况下 L2正则化项是把这个相关性小的特征呢 把它的权重降低而不是归零 只是说有一个权重衰减的作用 使模型的复杂度没有那么高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 居数的一些模型 这里主要讲到的是GBDT和XG Boost 这里面没有提到Random Forest 随机森林是因为Random Forest的这个思想 相对于GBDT要简单一些 而GBDT在理论上可能 更加复杂 它是G Boosting的一种算法 整个GBDT 我们把它称为算法 实际上它更像一个居数的框架 因为GBDT它支持分类 回归以及排序 它是由GBM发展而来 因为它通用性比较广 逐渐被业界广泛使用 然后我们首先介绍一下 这个GBDT的一个思想 也就是GBM它的含义是什么 像刚才我们讲R的时候 其实我们已经确定了一个模型的形式 那它就是说是通过SIG Mode 这样的一个函数 来把这个空间进行了一个二分类的划分 那实际上 其实我们大多数的机器学习问题 都是说确定了一个模式 要么是竖的 要么是逻辑回归的 要么是一个线性的 那这个 如果我们不去强调 就说我们这个Model 是基于某一种 某一种固定的模式呢 那这个就相当于是在函数空间 去做一个叠达 我们就说不是用一个函数 而是用多个函数 去做这样的一个拟合 那这个思想也是启发于 数值的一个优化思想 将数 基于数值的这种优化 我们去寻找Loss Function的时候 去想找到具体某一个Model 它最优的这么一个参数P 然后求解参数P的过程呢 我们一般用的就是 梯度下降方法 就这个DM轮的这个迭代 PM等于PM-1加上DirtP 而这个DirtP呢 是我这个负梯度方向 乘以一个 乘以一个这个学习速率 这个Role 那这样的话去 逐渐的去更新我这个参数P 也如果写成一个迭代的形式 就相当于 我从最开始的一个DirtPi 一直累加到这个DirtM 来去更新我这个P 那如果我们不把它看成一个数值领域的 数值上的一个优化而看到一个函数空间呢 那我们的这个 整个的一个拟合 不是由这一个函数 而是由多个函数去构成 那每一个函数只学到我信息的一部分 我通过多个函数把我的整个信息累加起来 才是我真弄拟合的一个目标 那它的一个形式就是说 我有M个函数 那从1到M的函数的累加核 就是我学到的目标值 那这样的话 就相当于从一个数值 数值的一个优化 变成了一个函数的优化 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函数学到的都是 之前学到信息 从没有学到的那一部分 去这么 boosting的一些迭代 那GBTT模型有哪些特点呢 而GBTT引入了很多的Loss Function 可以解决一些分类问题和回归问题 那如果它是一个分类的问题 其实它的Loss Function 就是基于这个逻辑回归Loss 或者说交叉商Loss 如果它是一个回归问题呢 那它就是一个MSE的Loss 不好意思 交叉商 这个是逻辑回归Loss 如果它是一个排序问题 它还支持排序问题 那它可能学的就是Lambda Mart 所以说它可以引入多种的Loss Function 而GBTT它是基于数的模型 相当于每一个数去它的学习的Loss 是一个负梯度 如果我们使用的是MSE的话 它拟合的就说是一个残差 那这里面其实也可以和这个IDA Boosting去做一个对应 IDA Boosting它其实拟合的就是说是一个残差的一个作用 第三点就是说利用GBT可以很好的进行一个特征分析 重要性这里不好意思写了一个错别字 GBTT有了这样的一个特点 因为每一棵树它都有一个节点 那节点的分裂的这个选择 其实就是说这个特征在整个样本空间的一个重要性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twin好了一个GBTT Model 我们就可以拿到每一个特征的这个权重来对特征进行一个筛选 之所以GBTT这么常用的原因主要就是就因为它的通用性以及它的易用性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XG Boost XG Boost是2016年提出的对GBTT的一个改进算法 它主要改进点在哪呢 GBTT是以Card也就Card我们可以理解为一个竖的回归模型 或者是以分类模型 是它是基于竖的 而XG Boost它可以支持更多的一个分类器 包括线性分类器 它都是支持的 而第二点呢 XG Boost对这个Loss Function有了一个改进 像我们刚才提到的 虽然说是它是一个函数空间的一个优化 而不是数值空间的 但它依然用到了这个T2下降 而XG Boost里面它用到的并不是T2随机T2下降或T2下降的方法 而是它对这个Loss Function进行了一个Tiler展开 二阶的Tiler展开 如果是二阶Tiler展开的话 它就利用到了这个二阶的偏导数 二阶偏导数的话 它需要求一个用牛顿法求出这个二阶导以及这个一阶导数 然后并且这个XG Boost引入了L1L2的政策画像 这里面可以提到一点 GPTT会遇到一些问题 这个问题比方说当我们设置参数的时候 把数的深度设置的过多 或者是每一个分裂点选择的样本过少的时候 GPTT通常会出现过拟合的现象 而XG Boost正好引入了这个L1L2政策画像 它可以解决这个过拟合的问题 所以在原有GPTT的用法时候 有一个Thringage Thringage的方式就是说 我每棵树并不是用所有的样本 而是用一部分样本来去尽可能的减少这种过拟合现象 但是对于一个经验不够丰富的人来说 可能还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所以说XG Boost相当于对一个GPTT的更好的一个升级 使使用更加简单了 其实很多的AI算法工程师就是套用一下这个GPTT 或者我们刚才讲到的R2模型 就可以去完成一个相对不错的一个推荐结果 但是事实上我们对这些算法的原理 还是应该有一个深刻的认识 这样的话我们做的东西可能更有内涵 可能层次感更高一些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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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